你们看 那人是谁 怎么还坐着轿子 王上特意下了恩旨 赐了我贤夫人的封号 对了 还少了叫脸呢 怎么 你们是走路过来的 这么远的路 一定很累吧 你没想到吧 说得是呢 若不是因为姐姐脸上 这红印子的福气 王上哪知道 姐姐竟然如此美颜动人 你 你 来人哪 来人啊 这个该死的打我 赶紧把他捆起来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你了 可有证据 你 才刚入宫就这么闹腾 是想把事情闹到王上那儿 刚得的封号 都不想要了 王上的妃子 首要就是贤良淑德 几位姐妹的德行 还真让人大开眼界 你是谁啊 要你来维言送厅 那你就继续闹吧 这王上 这王上的性子难以琢磨 这要是真把他惹恼了 可如何是好啊 大不了 这封号大家都不要了 我们去王上面前说个清楚吧 我才拦得理你们呢 大王的诏令到了 诸位主子 你们所住的地方都已经安排好了 赵约 贵夫人唐芷蓉 居永家殿 德夫人简雪 居芷罗居 叔夫人宇文子 居罪眼居 才女傅家仪 纳兰经 陈香谢 张婉婷 刘绝琪 由王物内庭府安排 钦此 谢王上圣恩 我呢 这上面为什么没有给我安排 这 夫人 小的只是个传令的而已啊 并不知道没有夫人您 你算什么东西 你怎么办的才是 我 我 我可是王上钦封的贤夫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非得让我爹好好惩罪你不可 夫人 您先别生气啊 这 还有一间宫殿是空着的 要不烦劳将就一下 将就 我是能随便将就的人吗 你赶紧下去给我办 要是办不好 看我不打死你 是 是 是 小姐住的可是最隐居呢 还不错呢 我们走吧 站住 凭什么我不能住永家殿 她唐芷蓉不过是个定远将军府的庶女 她能住的 我住不得 你们说 这永家殿 是不是应该由我住 这乌龟要做寿 这乌龟要做寿 你们猜谁来了 王八怪啊 乌龟要做寿 我们走吧 你骂我 你 你